中南部天空这几天灰蒙蒙 中部云嘉南地区空瓶拉紧爆一片红 有没有救出台电网站的电量数据 中火十部燃煤机组除了三号九号十号机减修碎修 其余发电量都超过94% 最高还达到97% 难道一缺电中火燃煤机组就得火力全开 平均的发电量只有五部多而已 在最近的这个情形我们也是七部在操作 对于这个中部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承诺 我们都有遵守 现在连演都不演了 303事件之后呢 厉害了 竟然七部机平均92% 甚至有跳到99% 那等于是把他自己的承诺一巴掌打掉 经济部答应中火要减排 结果只要一缺电就让中火烧好烧满 网友大骂 对了台中人用费帮忙发电 这就是大家最爱的扣氯电不要核电啊 无奈的说肺癌死掉 还是核电厂爆炸死掉选一个 林口火力发电厂也是火力全开 烧好烧满 今天上午此时此刻看台电的官网 高达85%是火力发电 更证明了蔡政府现在在走回头路 一年内大型的跳电 他为了他的职位 不管是中火或者其他的发电厂 能够开的一定全力开 缺电问题不解决 中火被迫机组全开救援 爱红根本是拿市民的费再发电 杰林文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